原,天意不見為原 地以不逆為原 人以心腹為原 人,要順應天意 還是要逆天改命? 原原學會 為你解開原機 大家好,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很感謝各位繼續看我們的原訌 我們今集也有阿菲 Hello,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見面 新年流流 祝大家龍馬精神 希望身體健康最重要 我覺得說這些有些量 我喜歡祝別人什麼? 我喜歡人財色兼收,不勞而獲 就是人世間最高境界 這是幻想 最好所有東西都順順利 有方法的,跟周師傅就有方法 例如是些什麼? 你先說來聽聽 你待會就會給大家一些顯示 你現在說一些顯示 我不會明白 當然會有些寶物 有些讓大家陀著 財富就可以不勞而獲地收到自己的袋子 簡單來說,你將話題引申了一件事 就是在香港找食艱難 男人怎樣可以容易找到一些錢 或者女士如果單身的 怎樣容易找到一個好的靠山 或者一個對自己好 好什麼? 千依百順的 對自己最好的 你想要什麼,他就給什麼 男人在哪裡找呢? 怎樣找呢? 是不是這樣? 是的,究竟怎樣可以找到呢? 大家都很想在新一年 就算未有伴侶那些 都很想快點找個如意郎君正如我非非都一樣 那今天呢 我們是不是都會說少少關於這個 說少少關於這個 我看得出你的面部表情 對這方面有少少好奇 很渴求 想知道答案是怎樣 沒錯 但我們有些更加認真嚴肅的要先說 好 因為我們的信仰店 道家那邊的朋友 就在新年的時候 就請了一個扶基去看一看 請了雷祖先才來 開了一個扶基 我們馬上去一下畫面 好 他說整個香港運程 十二個月的流年 就批示下來是這樣 其實有少少棘手 因為他第一句寫著說過關斬仗 大局定 那怎樣為止過關斬仗 阿妹 過關斬仗就是說 我們要衝破重重的難關 有很多的挑戰 但是去到大局定 我就不太明白了 就是說斬仗後 其實大局已經定下來了 是不是已經有個結果呢 簡單來說 就是有很多難題展示了 你跳過這些難題 你就可以安樂了 跳不過那怎麼辦 就大嶺落了 不要緊 跳不過繼續看魚員學會 沒錯 或者恐怖在線 沒錯 周師傅或者潘先生都會幫到你 好了 二月那邊說什麼 你先說第一句聽聽 好 二月 異靜 璀璨 萬物生 生別之道 合陰陽 大過年關人不犯 鎮作 重整 又鎮作 萬變之地 最後是紅色 你猜他會說什麼 萬變之地 萬變之地 就是說我們這個充滿變化的香港地方 大家不要只想著舊屎 總要有改變有更新 總要有出路 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改名半性那裡有點害怕 因為無端端為何要轉名字呢 香港叫得好地地 會不會是要轉做另一個更加有霸氣 香港 不是H字頭 是香江 香江 XO 或者普通話 對 要這樣轉 如果是都特別的 明白的 好 看看三月 破浪成風 你上去 不要搜救 不輕狂 是 那還要繼續讀下去嗎 你再說一下 萬金之地人才在 天時正好可發芽 似乎三月有機會 萬金之地人才在 那些人不會走 天時正好要發芽 什麼要發芽呢 就是有些東西會升 現在行申指數 今天都是三百多點的一個波幅 非常恐怖 首先高位開了 然後插下來 再扶上去 這些大喜大樂 這些玩法是很難觸摸 五輸已經可以了 那會不會三月定下 希望阿姨幫幫忙 四月說來聽聽聽 好 四方相助財富港 本事連理話相同 上出財路多人經 虛實一事總難欺 有財有地更有福 詩情畫義好良神 他說虛實一事總難欺 其實是真還是假 是很難騙的 就是說應該有些流流的出現 欺負不到 不能夠欺騙 有財有地更有福 無端端為何要提出你有財有地 你有機會失去 是否四月的流市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轉變 但現在已經在跌了 可以再深一點 你年紀更輕 你未經歷過2003、1997 那些 對不起 是經歷過的 不過我印象不太深 但很多人都說 你好像在擠奶嘴 也是 阿朗出生不久 但都看到 我都很快就知道 很多人都經歷不到 過不了這個難關 就出事了 過不了這個難關 其實是兩個結局 要不就破了它 要不就重新來過 沒有第三條路 有就走路 我多怕你燒炭 這是另外一個選擇 新年流流 不要說這些 五月中間說來聽聽 五谷豐收 也須鉗 世界戰火 天能燕 等等 為何會有世界戰火 這裡有點害怕 其實是否又打仗 通常一打仗就馬上想兩件事 第一 油價和金價 因為金價馬上升 你家中有沒有保持金價 是沒有的 我媽媽沒有這些金銀銀 她沒有留給你住 她還沒有拿出來 她覺得我應該嫁不出 所以不需要住 所以要靠你了 靠我 我何得何能 你會給我們 以及聽眾 一些方法 沒錯 他說世界戰火 是不是亞洲區 還是哪裡 因為去年 那個戰火 跟我們的距離不太近 很多時候都 但如果你說近一兩年 比較近一點 就記不記得 柬埔寨、緬甸附近比較亂 是啊 其實如果你認真看 那些新聞是很可憐的 但是如果 站在這一刻的香港 大家都有少少 河包上的水深火熱 如果再遇上這個戰火 會不會經濟再差一點 再縮水一點 真的不敢想像 尤其是我的朋友正在做生意 或者預備跳身出來 去搞自己的事 這樣就有點辛苦 我知道 OK 現在這個時勢很難有一個大的轉變 六月給你聽聽 六月年中 勝敗之 古今英雄郭子平 當之價值災可處 十起之能展所長 非是見化非口才 穩紮才是金良言 聽上去又不是很差 六月 好像挺好 但是先機的事實很難猜 表面上平皮蒲奇 其實裡面有很多 去到那一刻才知道 所以暫時六月不要當它有什麼特別 好 接著7月 好 7月正是日當空 普天同慶 何君王 五更流水難入夢 天賜良機 快馬奔 保住了 五更流水 阿妹通常 你們有沒有看古裝片 比較少 五更是 開始打落 不知道 我們看好時裝 我看著你那個又圓又大的雙眼 就知道你在中國文學上的研究 是不想研究 三更 三更開始打 五更流水難入夢 是否代表 林天罡時有些人很吵 無端端什麼吵 為什麼要吵架 上面那句是普天同慶 何君王 這個7月 表面上是農曆 如果西曆也可以 7月是否要普天同慶 是 即是每晚都會回答 7月 這個情況下 流水難入夢 為什麼 有些事情會發生 可能今年的7月 有一點 濕濕濕濕濕 你政治不極性確 不准你這樣說 不是有些問題 有些火花 有些火花大家需要慢慢處理 要磨合一下 這樣 人生都充滿磨合 不要緊的 簡單來說 如果你拿著一筆錢 你預備有事情要做 可能你買樓 可能你要搬去別處 其實就不要選7月 如果你計劃了7月 你自己瘋子坐定定 你才會做 即是沒有大動作 對 8月 8月紅片座一方 小橋流水半人行 馬道攻城堆寶山 威何探飾亂人心 始終雖記我早鄉 方之夏棋 向何方 他說馬道攻城這一道 好像很好 原則上8月是夏天 但夏天馬季是休暑的 即是沒有馬跑 為何突然馬到攻城堆寶山 這個是否只不過是一個比喻 這個是比喻 但我們一定要將它在香港所見到的景象 拉進去 構成一個有意向 有畫面 有方向的東西 所以他說紅面一方 有一個小橋 是否小紅燒 帶動一些東西下來 這裏要很留意 那為何會有這些東西 會否有一些政策出動 可以帶動到 等於上當年2003年 中央派大禮 開設很多不同的政策 令香港受惠 即是更緊密的 經貿合作 即是8月會有更緊密的合作 希望 很期待 但通常都吵架 很正常 民生和政策有時不是100%磨合 沒錯 9月 來吧 9月大夢誰先覺 知天之地方之生 何虛何從物之亂 這裏 何虛何從物之亂 為何會這樣說呢 即是又有一群人想走 如果之前7、8月是真的開新的政策 會不會又有一群人很害怕 糟糕 又要去哪裏 又一波 其實問題就是很多 我自己的感覺上 一些肯花錢的中產 還有一群人想走不走 或是預備 你身邊有沒有朋友去移民 當然有 要是台灣 要是英國 台灣嗎 對 台灣有甚麼好 即是水指低 不 去那裏發展他們的娛樂事業 亦都會比較多 即是沒有那麼多限制 即是他們會覺得 即是呼吸的東西 或是看的東西會有少少不同 即是在英國 即是過退休的生活 即是本身有少少錢 也有少少錢 那這些東西去哪裏都無所謂 去加拿大那些都可以 都沒有問題 但我們去到這個 到時那個景象 又好像一大翻身 因為近來好像移民潮停了一陣子 好像是 但接下來又會 又有一群人 即是又走廿萬個中產 香港的消費市也會有少少害怕 好 先看看10月 看看呂祖先生怎麼說 好 10月落葉令人悲 可嘆時刻最忘返 時勢埋沒英雄多 英雄不死更強壯 這代 英雄不死更強壯 即是未離開的人 還是離開的人 應該說英雄不死更強壯 因為時勢做英雄 英雄做時勢 上一句就說 時勢埋沒了英雄 10月通常想起下一個字是甚麼 10月就是股災 我以為你說10月為醒 我猜到你說話會和黎明有關 不知為何 和電影有關 果然是娛樂圈 多謝 10月股災 很嚴重 如果這個先機極度準確的話 10月股災再重臨也是很有機會 哇 時勢埋沒英雄 即是很多人要扔貨 不要保持那麼多匯豐 那些 700那些快些拿去扔出街 如果你不扔 英雄不死更悲壯 你抱著他做場子 希望這一段不是真的 希望是嚇一嚇 讓你們不要那麼大意 但如果是真的的話也挺麻煩 小心 好 11月說來聽聽聽 11月時寒風入 憂愁情懷配飛霜 當之無愧富貴地 冰家必爭 港人鄉 又有人爭了 首先 憂愁情懷配飛霜 通常有飛霜這些字眼 在中國文化裏面 都不是好東西 飛霜是6月的嗎 6月飛霜就是冤岸 冤岸即是慘岸 即是想當年在 你知道我說甚麼 明白明白 但11月 憂愁情懷配飛霜 就有可能 有些不公平的事情發生 全城都有些憤怒 可能有個小朋友在街上不見了 又不知道怎樣怎樣 大家不要想太悲慘了 但你也給了一個先見給大家 假設 冰家必爭港人鄉 那會不會又有人說 要來香港發展一些東西呢 因為剛剛在尖東說 有一個舊的夜場 有一個大媽撒又租了 一個月百多晚 嘩 我很期待 我很想去 還沒去過 是 觀察一下 其實尖東已經不是以前的尖東 過去是沒有東西看 沒有東西玩 沒有東西吃 有都是一些很疏落的門面 是蘇豪的感覺 對 因為有些隱世小店 其實那裡有一間泰國餐 我一直都很想去試 是嗎 沒有開名 我們先試完 下次下次告訴大家 因為我看到她在Youtube發了一些廣告 十二月是最後的阿妹 十二月 十二月化又新春 整合一年廢思量 從新點兵之進退 還可趁機盡大地 同時血脈同一氣 共相大計定個三 先機又說血脈一氣 一聽到這些字 大家那些血脈相連 同氣連枝 這些字眼 大家都知道什麼 關不關我們和祖國會相連的事 很明顯 你有想過另一個國家嗎 我沒有 你真的沒有 我當然是掛念我們的祖國 要一起的 我們是在共同發展 給你國關 你輸中國人 中國人 留堂了中國的學 你的國語是很好的標準 血脈同一氣 共相大計 究竟是不是有些阿爺的政策 可以出來救救 如果是 香港人不能說不 這個情況下 如果是好的 阿爺要去救個孫子 天公地道 是 為什麼你笑 你笑我們的 我沒有說 是你說出來好像有些含意 所以我才笑 但我們真的是一脈相連 我們祖國 揭後語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這些 因為通常看三個演義 或者看武俠小說 有個方丈 或者有個廟的主持 說一句佛計 然後就說 一憂和尚 對 這個計是為什麼呢 他就說 還需謹記戰火連 打仗就當然了 祖歸本初勉大 這個本初極有心意 你猜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反撲歸真 回到初心 那你的初心是什麼 我的初心就是 世界和平 社會穩定 日日有飯食 加油 知道 知道 你突然變成央視的台詞 這是需要的 究竟我們是怎樣 其實本初正經來說 人的初心就是不可以貪 小朋友是不會貪 你有沒有錢 或者什麼 開心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說 你早歸本初 你不貪任何東西 就離開 就不用闖禍了 但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 很難貪 很難不去貪 我住一個80呎的劏房仔 你怎樣令我不貪心 想住一個200呎的劏房 所以怎樣去壓抑 或者避開這個貪 就考功夫 應該貪的 你可以貪 你是不能夠一下子 跳到豪宅級的貪 你就不要搞 即是不要緊急挑戰 因為以前的香港是可以的 氣甲歸田方之命 就是不要打架 這個解甲 這個甲就是戰士的規甲 你不要含著裝空作勢 你不要搞這些 這樣就會好一點 沒錯 但相反來說 很有玄機 我覺得這兩句 其實說真的 任何年代都可以 你這樣說 也有些預意 只有戰火一年年 那句是要很小心 說到尾 小閃你今年到最後 都會有一些新的景象 都是好事 對 講到宗教的話題 我要給大家看看 我剛剛從泰國回來 很漂亮 其實我本身 想請阿妹去拍這個特輯 開一點點我們的影片 來看看 我在火海裡面 你在火海有沒有撞生 大吉 麻煩你後台同事 我們待會剪走 我們拍了一段影片 哇 在幾位大師眾經之下 在大佛幫我們的信誌 點佛法蠟燭 其實當時很煙 是不是還有多一條 還是什麼 還有第二條 沒有 第一條嗎 不要緊 我回到佛祖那裏 其實是說什麼呢 第一是說年初一 我們去一個願 在佛祖前面 即是說我今年想求什麼 就在泰國的佛廟那裏去這個願 但是 有些人就在香港做就可以了 可能在他自己的佛社 那我就 那個 宗教的心比較重一點 你有錦照 我特意飛過去 就幫自己幫我們的信誌 幫我們這個節目的聽眾 全部都發一個心願 希望可以今年順利 很有心 多謝你 那所以 真的很客氣 這一下 我很誠心 我很誠心 聽得出 其實為什麼我突然想說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有一部份的宗教人士 一聽到這個 泰國佛教 你會想起什麼 泰國佛教 我會想起四面佛 那街外人呢 街外人會想到什麼 你會戴佛牌 戴佛牌 那有什麼問題 有些人會覺得是邪教 為什麼 因為他會覺得 聽很多鬼故 就是潘聰那裏 很多鬼故 戴佛牌出事 我很想趁這個機會 用一點時間 跟大家分析一下 是什麼一回事 那佛牌呢 原則上是 一大班的高僧 用他的宗教念力 去把這件事開光製造 整件事是有一個流程的 他做了之後 他發了一個心願 希望佩戴佛牌的人 以後他求的都會成真 都會順利 這個是最原始的部分 但是去到現代 因為商業社會 要快 我拜不止神 最好我給錢 你給我 我立即發財 就是這樣 就變得很商業化 很敢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他沒有了那個初心 因為通常你去到那邊 真的請這個佛牌 那個大師傅會跟你說 拜託你以後 醒醒定定 不要跟人打架 有很多規條你不可以做 例如是 你猜是嗎 其實我覺得喝酒 打架都不應該類似 在佛日的時候不要喝酒 不可以打架是對的 還有就是 不可以有 不道德或者不正常的性行為 在他們的意思是 你不可以去 勾引別人的老婆或者老公 這個基本都不應該做 是啊 但是他知道陳世間的男女關係很複雜 所以你離開了這個魔障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求的東西 明白 還有你要孝順父母這些 這些 一些是很顯化 大家都聽得懂的道理 好事 但是如果你用一個購買的心態 那你這些規條 我就不太記得了 因為我純粹給錢買 買完我就走運 一去到這個心態 就會有些麻煩 所以也去到引申一個問題 就是刺負那件事 我們就看看 是 有些人就說 刺完負之後 你死了 這是不是你來的 為什麼你這樣問 背面有點像 這個是我來的 原來你背著這麼漂亮的負 挺好看的 有些人就說 你死了 你刺這麼多 你知不知道 有一天你離開這個世界之後 你的靈魂會被他吸走了 嘩 就算我被他吸走了 我也是去到佛祖旁 那裏 為什麼說得很妖魔鬼怪 這個是普遍人 一般認為有問題的地方 有些人也覺得沒什麼所謂 那一邊南傳佛教 是有這件事 例如幫我做 似乎那個和尚 他本身也有很多紋身 難道他走了之後 被妖魔吸走了嗎 這個邏輯不太成立 我們講起一個龍婆班的故事 每人都預備了 龍婆班是一個百萬招財經 沒錯 龍婆班這個故事 其實是給予我們一些普羅大眾 可以得到財富 這個很傳奇 因為他有一個族家弟子 我們叫他Prayang 他本身是一個藥財店的主人 本身他的生意很慘 生意很淡 但是他一天聽到大師傳授一個咒語 給一個薩卡子的出家人 傳授之後 他便說 大師你可不可以傳授這個咒語給我 龍婆班的大師便說 你在兩年之內會成為百萬富翁 他每天早上和睡覺之前都念大師教的咒語 到六個月後他跟我大師說 大師我之前生意很差 但是不知為何念完之後 我的藥財買得很好賺了很多錢 但是我買了藥財都是這麼多 我好像沒有少過份量 還有我家裡煮的米我只用了一半 但是我老婆每天都煮 但是為什麼米的數量好像沒有少過 簡單來說 新錢就不斷入 但是舊錢就保持得到 其實他想表達這件事 沒錯 其實他的財富是沒有漏走的 他有個媽媽 他媽媽聽了一個烤擊聲之後 因為他每天都念這個咒 打開保險箱 突然間保險箱沒有東西 突然間有很多金銀財寶 裝了錢在裡面 即是說不知誰放了錢進去 又或者他自己放了 他根本都忘記了 因為放得太密 對 所以我就說 其實這個也非常好 這個咒語 每天堅持念的話 你也可以幫自己增加財富 我相信這樣的話 今天大師你也會有這個看法 可以跟大家教授一下 有這個體驗 其實南傳佛教裡面 很多經文或者很多咒語 他是希望一些信事 可以信你們過他的生活 為什麼呢 例如以前在一九四幾年或者七幾年 一些大師去講佛法的時候 例如我住在錦田 我沒有錢開車 我要怎樣坐車去到太平山的山頂 才聽到佛法 但我要賺食 我終於去到 很多人就跟師傅說 我們賺食也是剛剛好 沒有一些方法可以令我們 下次可以順利點過來聽佛法 就是這樣引申一系列的經文 所以做出家人 他已經斷絕了他的七成道肉 以及和六親的關係 所以他就背負一個魂縣 就是我所有事情都沒有不要緊 但我希望我認識你 你因為我而來聽佛法 我令你覺得舒服一點 所以我就幫你想一個方法 怎樣唸這個經咒出來 原理是這樣的 至於這個經文 只要你打龍婆班這三個字 在網上在YouTube就會聽到他的經 合十 就跟他一起唸 這樣就可以了 起碼要唸到三次 每天 但如果更好 早一點 因為我在他本廟裡拿了這個牌 我是不是還有一個影片嗎 沒有 因為我跟他那個傳人聊了一會兒 他就教我怎樣再唸 誰知道他唸完之後 你猜一下發生什麼事 你是怎樣 你立即把袋子剩下 突然有些錢 更大單 做了六合彩嗎 他唸得很快 他以為我是泰國人 他極速唸了一次 幸好我錄下 跟網上版 再縮短一點 你記不記得怎樣唸 很難唸 超級難唸 我每天聽十次八次 才唸到一半 但其實如果你有這個牌 等於什麼 等於有一個伺服器 這個就是分支 你合十夾著這個牌 接著你一唸那個經文 就會通到另一個世界 你的一個戶口 你的戶口 就等於你的財運 就可以這樣擊潰它 嘩 所以有時南傳佛教 得意在就是這些地方 譬如你說看傳佛教 譬如你在香港 去任何一個寺廟 有沒有類似的事情 可以做到 就比較少一點 我也沒有怎麼聽過 對 所以譬如我們不停去 講這件事 或者說得好聽一點 叫做推廣這件事 希望令到多一些信事 或者聽眾 或者佛教徒 去正信這件事 不要聽到很邪 千萬不要搞 就不是那一回事 其實都是基於不了解 周師傅可以教授給大家 但是怎樣可以 還有我想問 念這個咒語 是不是有些注意事 剛才你說的 有些事情不可以做 我看見好像不可以入手 其實是很多事情不可以做 又要公爭 有很多基督 不過主力那三四範 不要做 譬如你那樣美女 你認識了一些結婚的男人 你會 我會 怎樣 只可遠觀而不可思觀現 對 你要保留一個禮貌的距離 對 你跟她千萬千萬不要一起脫衣服 就去 浸溫泉 對 我想說游泳 哦 都不好了 看到大家的同體都不太好 佛教很講一個倫理的關係 就算父母有什麼好 你都不可以罵她 因為她在你寶寶的時候 她是很辛苦去保留你在身邊 所以不可以罵父母 你一做錯這些事情 法案就破 破幾次就離你而去 如果你本身是走衰運 那個衰運會加劇 因為本身你頭一陣一定會好些 因為有一件事包住你 而且不可以盜竊 不是自己的 你不可以隨便拿 愛偷不義之財 對 類似是這樣的 其實這些規條都很合理 也不是很難做 其實很多宗教都不可以做這些 對 所以大家擁有了這個符 之後你都需要跟著周師傅 如何去做 以及不要觸犯以下思想的規條 好 我們這集差不多了 好啊 多謝你的分享 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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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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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